六行老是很多的懷疑 可能他遗忘了一个勇敢 勇敢就是我照我的心里面的一个指南针 我照着我心里面的一个权威 真正的权威在我的心里面带着我走 以前我不曾熟悉的路 我以前熟悉的地图是依照着外界的权威 这个就是这个 恩威夫很讲义上吗 有 太好了 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女教育的摩敦 他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不够认识自己的话 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宝贝可以贡献给别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灵修的大师 也告诉我们 加深自己自我认识的重要 我的课就到这里 最后有没有一些想问的问题 刚刚前面问一下 我看到我们三型的脚上是陈李思 因为三型的人是以目标导向 只要给我目标 我为了这个目标 我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带领一个研发的团队也好 或者是技术的团队 或者说一个需要感性的团队 我都可以做得到 虽然我自己不是一个感性的人 就是说我不是很诚实地面对 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角色 但是我都可以扮演得好 我今天晚上有一个约会 我可以把它营造得非常的浪漫 让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好喜欢那个浪漫的经验 我可以把它做到 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到 但是我不怎么诚实地面对我自己 可能我不喜欢这个约会 可能我心里并不喜欢 所以喜不喜欢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了 所以最后是要面对自己的一致性 就是这个诚实 但是诚实对他来说 如果我都跟我的心情 能够做一个连接 我在努力的过程中达成第一名的过程中 我有好多的挫折 还有好多的心酸 我的速度就要慢下来了 这个是他的潜意识 就要推动了他 不要再多想什么了 不要再多感受到你自己的心情 就赶快感受放两边 把目标就改中间了 这个是无意识的 这个是潜意识的 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说诚实的意思就是说 面对你自己真实的状况心情 主要是这样子 老师拜托你也讲一下第四个 为什么是平静 四行是吧 对对对 四行他 祈福太大 不是我的 他就是生命中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祈福的 平静就是说 他比较不容易看到 眼前的珍贵的 摆在眼前的美好幸福 主要是这样子 那必须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 就是 为什么 所谓的幸福 就是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吗 就是 事情比较不太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状态 我事情总是要 好像天边的彩虹一样 我要有一个抓不到的理想 理想就是在我的眼前 就是很平淡的幸福 这个事情需要一个内心的平静 才能够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眼前的幸福 这个是所谓的平静 必须把它的这个 因为他比较喜欢生活在一个感受比较多的状态里面 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子 那第六的 第五的超来叫做不懂 怎么叫做不懂 就是 知识不是唯一的 也不必他可以拥有所有的知识 那所谓第八的单纯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好不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只想说你们 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这个课的目标吧 对于善意沟通的聊 从性格了解 那么你们今天有什么满足跟不满足的 简单来讲一下 满足跟不满足的经验 好 好